7月6号23时53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炼1号05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明确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等 23种常见犯罪的量刑 以及缓刑试用 落实宽衍相继刑事政策 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进一步规范量刑和量刑建议工作 国新办在今天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将于7月12号至13号在贵阳举办 今年论坛主题是 低碳转型绿色发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 昨天2021杭州两主日 即两主文化周活动开幕 文化周上将首次向公众展示 宫殿巨型募构 游客也可以免费预约参访 两主古城遗址公园 两主还与延安携手 共同探索融合化 机制化 常态化的合作交流模式